所以我们看到了台湾籍 台商把大笔大笔资金汇回来了 大全哥 但我们来看到最近被讨论的是 五年前在管制的三千亿 时间要到了 这三千亿会不会投入的房市 而投入房市的话 教我们怎么跟着政府的政策 怎么跟着黄金交通动线 人家说文机起舞 人家说跟着AI一起找好房 怎么做 人家说钱那个味道 其实你要闻到 他就跟着走就对了 那我们到底有多少钱呢 其实现在最重要的 台湾潜潮大爆发 台湾太有钱了 第一个刚才就像讲的 有个境外资金回回专法 现在也不多 四十二亿美金 什么概念 一千三百八十亿台币 什么概念啊 玩股票 OK好 然后呢 股票又赚钱了 最近股票多少钱 八十兆 八十兆什么概念 这之前去年才不过五六十兆 一下子见八十兆 八十兆我们就讲 一趴就好 进房地财 八千亿 八千亿什么概念 大家超出你想象 全年台湾预售屋推案规模是五千亿 超过一整年啊 八千亿进去 肯定一倍半 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会发现 这么大的银弹灌进来之后 怎么不水涨船高 所以连盖房子卖房子的人都说 哇 傻了这辈子从没看过啊 就像刚讲的非常重要一点 水涨船高 你要在水里还是在船上 有学会了 水里就被淹了嘛 你当然要在船上 所以其实我们理事长讲说 其实最近的市场很旺 他进来买什么呢 商办其实未来非常好 商用不动产 这个要看什么东西 其实有钱了 大家讲做陶杰 做陶杰什么 我们看新设商业登记 新设公司登记都在增加 啪啪啪都在增加 而且是意后 眼睛看了就这几年 那个景气马上就起来 好 投资这个店面也好 商办也好 商用不动产也好 他有什么优点 第一个是 他没有囤房税 俊向 徐老板 你这些生意做得好 你在买间办公室 我算你囤房税 讲不过去了 对不对 对啊 你要扩大投资 要鼓励投资 创造就业 你怎么还说我囤房税 这是繁荣经济嘛 是 对不对 第二个 你今天开了个店 生意很好 你又再去买个店面 囤房税 不合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没有房贷限制 最近亚航不是说 你买第二间房贷 值得六成吗 对不对 你开第二间房贷 我不行嘛 这件事情也不对 所以放心 买这些商用不动产 他没有囤房税 也没有房贷的一个 六成的限制 这就很重要了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楼店月租金 什么叫楼店月租金 就像你也会逛什么 百货公司 什么大圆百收购 微风 是 如果你想在里头 买个店好不好 那你的生意很好 人家不会卖你 因为那是百货公司 但是在商场就有机会 在商场的话 如果说今天你去买的话 投资一个楼店 他就有机会 我们看到什么 新店的部分 他是佳乐福的那种商场 他是比士林夜市的 还要高 两千六对一千六 是 这样就看懂了 新北市这个黄金地段的单平租金 完胜台北 新台币都涨一样 人潮多才重点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 这个底气就在哪里 今天在整个新店 他未来有一个新北结段 那是政府的一个 非常大的开发案 他里头有各式各样的商场 复合着 而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捷运连开案 这个案子以后 非常值得期待 好 这个地方你看画到了 这个重点 你看有捷运 黄金洞线有了 然后商办在这个地方 人潮有了 有交通 中有人潮 还怕没有前朝吗 这当然 所以我们就看到 中和新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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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名就有 有四名是中和新炉县 所以你看到 这个在永和 永和三重 这个在永和 然后这在新庄 哇 新北杜金了 我的天啊 永和的概念很清楚 大家都知道 全中华民国人口密度 最高的地方 是 对不对 所以他不忘也难嘛 这个就很理解 最近我看到 关于永和的新闻 吓死我了 他即将出现了 单凭一百万的 新一计划区等级的 超高级住宅 是啊 那永和的人口 就是这么多 而且永和有一个特色 我怎么搬 我都不想搬离永和 老人家住永和 孙子买房子还住永和 那旁边他过一个桥 就进 太方便 太方便 他其实他所有的生活技能 各方面都很好 所以我看到 永和旺的有道理了 但你看看其他什么 三重 永安市场 这些人都很多的 新章很多 我们一个一个来讲 我们先讲 央北好了 刚刚讲 新店这个地方 本来人也很多 公务员也很多 所以它这个区块 它的刚才讲 那个新北结传的部分 大型商场一起来 那是不得了的 非常值得期待 我们稍微讲一个重点 重化区 大家对于重化区 会有一个基本的迷思 有没有人啊 生活技能建立得起来吗 对 来 我告诉大家一个指标 一个全新重化区 当你看到什么时候 当你看到便利商店开的时候 这叫做50分 来 OK 小七 全家 第二个观察指标 牙科和小诊所开了 70分 OK 我告诉你第三个才是重点 但你已经来不及了 学校 不是 学校那当然 学校是公办的 幼稚园和宠物店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人进来了 有足够的市场支撑 这样的生意了 而且都很贵 是 养小孩很贵 养毛小孩也很贵 对不对 所以当这两个店开了之后 这个地方的商圈机能已经到90分了 对 对不起 你已经买不起了 所以我要讲什么 当你开始看到那个分为7开了 全家开了 你就该进场了 重化区 当然重化区江北 江北我要再特别说一下 这个区块 它离新板特区 一公里 很近的 房价七折 你要不要拼一下 对不对 新板特区 早知道 现在不用早知道 现在你知道 现在你知道 对 所以我刚刚讲 这些投资 如果能够有2到3 2.5到3%的投报率 其实对于大家来说 比方定存好太多了 所以你刚刚看到了几个区块 包含了五股 包含了新庄 包含了板桥 然后有一开始的新店 通通都在新北 居然也有这么一个叫做 AI科技廊道 你看 以64号道为中心 然后一个从系纸这边 一直往北拉 一个系纸往南拉 拉到土城 这个其实你看到 都是科技人 那个产情量都非常高的 好 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条件 值得你把它纳入考量呢 来看看下面这段画面 人潮吹潮众多 顶兴商圈堪称新北淡黄区 和台北市仅一桥之隔 交通优势生活便利 勇合成了全台人口密度 最高行政区 也带动商用不动产商机 捷御顶新在这边 一天有超过6万人进出 大量的通勤族 也带来庞大商机 而这边的居民 很多是白领上班族 或是军工教人员 收入稳定 消费力道强 也让附近的店家 生意相当旺 而如果想找黄金地面的话 距离捷律站350公尺 就有一个建案 带你去看看 嗨 琳达 我刚从顶系捷律站走过来 真的很近 大约五分钟的时间而已 然后我也听说 这附近的店租 是不是行情还蛮亮眼的 是的 没有错 我们这边距离 顶系捷律站只要350米 而且这边呢 除了乐华夜市 也都在我们的左右两侧 大概是距离800公尺左右 而且这边呢 还有整个永和人 最喜欢去的一个 逛的一个商场 也就是比样广场 还有更新商圈 顶系捷律站的一个租金行情 根据统计 它是整个新北市的捷律站点 仅次于板桥幸福站的一个 第二高的一个租金的行情 所以其实它的三坪租金呢 有来到一坪2800多块左右 所以其实假设 以我们这个案子的 H户30坪左右的 这样的租金投报率 算下来呢 有将近5%的一个投报率 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适合哪些产业 我现在就直接带你去看吧 好 走 你有没有觉得这边其实很像是台北市的那种 在巷弄里面的这种 餐酒馆的那种感觉 那像我们这边平树规划的部分 是也蛮适合这些 不需要太大店面的店家是吗 是的 不论是像这种餐饮店啊 或者是美容美甲啊 这种不需要太大空间的 其实都非常的适合 那比较大的坪数呢 又适合哪些产业景 那其实像我们二楼三楼 有这种整层比较大的坪数 60坪到90坪这样的一个规划 其实就很适合不论是像是 中医的整骨啊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皮肤科 或是医美的诊所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适合的 除了传统商圈 有政府建设的重划区 也具备增值潜力 新店大洋北重划区 有全台最大捷运厂站开发案 15分钟直达新一计划区 连接中永和 串联双北核心地区 商场办公室及住宅进住 预计可引入1.1万人口 创造1.2万个就业机会 江崔北侧重划AB区 临近新版特区 近年互数暴增 未来还能吸纳新版特区 发展能量 而五谷周子洋重划区 在五胎轻轨效益发酵之下 将载动人潮商机无限 周子洋重划区这几年 因为公共建设越来越完善了 吸引双北人口一路 多家连锁业者看准商机 纷纷插旗卡位 量贩连锁龙头 也在这里设立其简点 Hello 周子洋你好 我刚一路走过来 看到很多新的店面 感觉这边是五谷最热闹的一区 那想问 附近这边是不是最近 许温度还蛮高的 最近蛮多找店面的 都是从成泰路 这一个抗金的门牌 开始找起 那就是因为 它的人潮跟车潮 就是在地的一个指标的道路上 这一次啊 就是热洋洋这边 有推出的是我们的透天型店面 在市场上可以说是比较少有的 那最近他们在看店面 也是因为这里的人口逐渐成长 那之后五谷轻轨 在动工的时候 又会再带来了 许多的就业人口 和居住人口 所以他们现在都看到这个商机 然后在抓紧时间寻味 好 居然那就带我们看一下 这个稀有的店面吧 好 郁琪来我们这边请 那像是比较适合类型的店家 就是医疗 美容 然后再大型一点的 宠物美容 宠物旅馆 还有咖啡厅都是蛮适合的 因为他们在找的频数 都是比较大一点的 那像我们这一案 他所规划的是 67到136匹 然后再加上这个 陈泰路的抗金门牌 所以询问度最近确实提升很多 另外台商资金回流上千亿 投资不动产禁令将解除 预估会有一波热钱 流向商业不动产 加上政府鼓励青年创业 新创公司需要小型工作室 也让微型商办的市场需求 越来越大 你如果租给这种公司的话 或者商号或者开个店面 你的这个收租可能会比较稳定 它可能可以很容易的一千千比较久 当你买了商办的时候 你到银行去贷款的时候 你的信用可能会在 这层级上可能会有加分效果 因此这个在信用来讲 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提升 所以买商办它的好处也是蛮多的 商用不动产租金通常高于住宅 且租赁期更长 收租稳定 容易进场和脱手 也成为投资热门标的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天康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感谢观看